哈喽大家好,我是秋迪 今天快速地做一个视频 介绍一下之前视讯北控的小将廖三宁 除了介绍球员的基本信息以外 我会把三宁的一些比赛集锦 和北控队内训练赛的高光时刻放在最后 在复赛前把手上的存货一次性放给大家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多名年轻球员在北京北控队进行了视讯 视讯周期均在一周左右 其中包括多名刘洋球员 来自NCA一级联盟的欧俊炫 美国Lear Academy高中的廖三宁 澳洲NBL球员李天荣 德国俱乐部情训代号 以及西班牙俱乐部情训张之遥 在观摩了多场球队视讯以后 我个人的观感是 欧俊炫显然是这些视讯球员之中 最适应职业队的对抗强度的 考虑到之前在NCAD1两个赛季的磨练 欧在队内训练赛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点 也能很好的完成教练 给他临时布置的战术角色 而廖三宁则是这几名球员中 令人惊艳的 廖在第一堂训练课发挥的不尽如人意 面对外援福哥的高强度防守 廖出现了几次调球的情况 发挥受限 但三宁在两天的间隔期内 及时调整了状态 在第二堂和第三堂的训练课 都发挥非常出色 作为一名19岁的后卫 能够掌握住球队的进攻节奏 能够快速理解并执行教练战术意图 并且在高压防守下敢于做动作 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攻击篮框 03名小球员则都展现了非常不错的身体素质 和很高的潜能 训练赛上时而有亮点发挥 但在职业队的训练强度下 还显得不够适应 整体发挥不够稳定 廖三宁 01年出生的双能位 广西南宁人 之前一直在东莞篮球学校读书打球 去年的时候 去往美国缅银州的Lear Academy读高四 三宁本来打算 会在今年夏天打AU的赛事 来冲击NCAD1大学的奖学金 然后在下个赛季再读一年预科 但由于疫情的缘故 三宁在高中赛季结束以后 就回到了中国 之后去往了几家CBA俱乐部参与了视讯 我最早知道三宁是去年夏天 二清会U18俱乐部组的比赛 三宁在锦标赛中 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沉稳和技术能力 在三分线外 中距离以及篮筐附近 都有着自己非常娴熟的终结方式 在小组赛期间 在球队场军得分60到70分的情况下 三宁个人场军可以得到22战6分 8篮板4主攻 作为后卫 在篮板球争抢方面做得可圈可点 三宁最终也率领东莞篮校 夺得U18俱乐部组的亚军 三宁也曾入选过U17的国星篮篮 本应该和焦博乔 孙浩钦以及曲红林一起参加2018年在阿根廷举办的世行赛 但最终由于签证问题 未能一同前往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高中篮球媒体NER.com 也曾对三宁写过一段简短的球员评价 他们认为 作为一名国际球员 廖三宁来到球队后迅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比赛非常的流畅和顺滑 拥有不错的静态数据 骨架和篮球技巧 且对篮球本身有着非常好的理解和直觉 我私下就三宁未来需要在哪方面提高这个问题 询问了北控助理教练Korey Harris的想法 他主要提到了三点 第一 三宁需要继续提高身体对抗 来适应职业联赛级别的强度 第二 三宁三分线外的投篮目前不够稳定 出手弧度可以适当调整 第三 他认为三宁是一名sneaky athletic的球员 也就是说 三宁看上去身体素质并不劲爆 但他却总能通过自己的节奏和时机选择来完成突破 他认为 如果三宁能长期坚持系统训练 三宁在爆发力和弹跳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以上就是关于三宁的基本信息 由于良好的视讯表现 目前三宁已经无限接近加盟北控的青年队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登陆CBA的联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里是秋迪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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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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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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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